人都有一些陋习,有一些不好的习惯,需要实质自我改进,甚至有一些不好的观念,不好的行为,也要不断立自我改进,懂得自我改进的人,才能不断进步,没守成规,理直气壮地认为我本来就是这样,那么就永远不得进步了,怎样改善自己,有以下四点意见,第一,消极不如积极, 有的人性格消极,平常生活里,就是一副懒洋洋的样子,不但凡是提不起精神,也提不起勇气,对于个性,思想消极的人,需要改进,消极的人生什么都不是你的,什么也不能获得,人,必须化消极为积极,以进取的,勇敢的态度面对人生,天下才有你的一分,这个世间,凡事都要自己一步一脚印地去实践,争取, 才能拥有自己的天空,第二,被动不如主动,有的人性情被动,就像棋盘上的棋子一样,你动他一下,他就走一步,你不动,他就不走了,被动的人,凡是等着别人来要我们做,这样的人必定一事无成, 所以,凡是做善事,要能主动去做,工作,要能主动去加油,好人好事,也要主动去表现,这个世界掌握在谁的手里,毫无疑问地,掌握在主动者的手里,唯有主动积极参与的人,才能融入大众,才能扩大自己的生命,第三,悲伤不如快乐, 有的人不但个性消极,被动,而且悲观,他对自己的前途悲观,对自己的事业悲观,对家族的未来悲观,对朋友,甚至对国家社会的发展,都觉得没有希望, 有一则故事说,有一只小狗老是在转圈子,想要咬自己的尾巴,因为有人告诉他,幸福快乐在尾巴上,可是他一直咬不到尾巴,后来大狗告诉他,其实幸福就在我们的前面,只要你向前走,幸福就会跟随着你,所以,悲观的人要换个心情去想,世间就不会如此的愁云惨物, 你能化悲伤为快乐,能够积极乐观,对自己充满信心,快乐自然就会围绕在你的身边,第四,刚强不如柔和,自古刚刀口一伤,从来硬无嫌先断,有的人性格很暴力,很刚强,动不动就跟人懦目相向,甚至拳脚一对,如此不但伤人,而且到处树敌,最终伤害最大的是自己,其实柔能可刚,能够以柔和忍辱的态度, 不跟人相处,让人如暮春风,并能到处左右逢迎,无往不利,所以柔和才是处事做人的茂方,人,最好的教育,就是自觉,自悟,懂得自我改善的人,并能不断进步,成长,所以,如何改善自己,有四点,第一,消极不如积极,第二,被动不如主动,第三,悲伤不如快乐,第四,刚强不如柔和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